大約是九年多 變化就是人多了 多了遊客 認識到當地的居民 大家都比較和諧相處 他們都很友善 有時就聊聊天 或者散步行山 去喝茶 你好 哇 坐在你身上 這位是當你坐在左邊的船上 我欣賞的圖片 但我沒辦法 我停止學習 我做了一切 我生活在香港 比半半的生命 我愛人們 我愛 Llama島 我來來 Llama在1995 我最初的嬰兒 她現在是20歲 對 對 我覺得我長大 我會變成50歲 看到我的髮型 我會叫她明天 我會變成年輕 我會變成年輕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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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叫她 有不准帶她 進去 她的帶是在露天 入面是不給的 不准的 很多人喜歡養狗 有時香港人會帶狗進來逛街 逛山 白色的叫豬豬 一隻豬 因為小時候就像一隻豬一樣 黑色的叫Don 代表Don 即是神器那一隻 黑暗盡頭的 怎麼說 因為那些味道 這裏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裏的人對養寵物 養狗 養貓的態度會比較好 他們比較友善 而且這裏比較空曠 和自然 他們的活動就會比較容易 有時我無法回來 出差 可能找鄰居幫忙看 有時鄰居可能又要幫忙看 這裏有個好處 海灘真的很喜歡 舒服一點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街坊 還有工作也在這裏 所以比較容易認識到很多人 雖然感覺好像很遠離開市區 但其實很快 坐船10分鐘多 但已經隔著另一個地方 一個小島 我最喜歡空氣清新 而且出來可以看到有海 有山 有草 你工作完畢之後 人們會很放鬆 你工作完畢之後 人們會很放鬆